好 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恆星的觀測 就是看星星啦 我們國中教你的都是用眼睛看 肉眼看 沒有用到望遠鏡 天上的星星呢有很多 肉眼可見大概五六千顆 然後古人就很無聊 把這些星星的點就連成線 他就有個圖案 就給他的名字 然後就講一些故事 就構成了所謂的星座 每個民族都有他自己的星座 那麼現在國際上通用的 國際天文權和規定的 全天有88個星座 全天有88個星座 88個星座 所以國中教你的眼睛 我忘記了 我是不是不記得了 就是台灣啊 忘記四個還是八個 有四個還是八個是完全看不到 然後我們同樣四個或八個是 只能看到一部分 就是有一些完全看不到 看到有一些看不到部分 看不到部分 OK 大概可以看 我數字的我不記得了 然後 這是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的 那中國以前的星座叫做28星球 這個有 比較有一點國學常識 或看過韓劇都知道 什麼左金龍啊 右白虎啊 就是我們以前的 或者以後有沒有要學什麼 紫維斗術 就知道 就知道 就知道28星球 那有人問過 北斗七星 是中國的講法叫 北斗七星 在國際上屬於大雄星座 還有一顆偉大的北極星 是在 小熊 北極太小熊 這有人問過 北極星在什麼星座 小熊星座 星座就是把它連成線的圖案 有些星座呢 其實還長得蠻像的 大犬座就是一個長得算很像的星座 它有狗頭 有狗身體 有狗腳 的狗尾巴 這個蠻像一隻犬的 仙女座呢 也可以算是像仙女 但是是一個沒有頭的仙女 好 仙女的身體 仙女的腳 仙女的手 班特沒有仙女的頭 也沒有頭的仙女 雞牛座 臭火臭火 當作是一頭牛 它有牛頭上的腳 頭上的腳 還有牛身體上的腳 它有一個肥肥的身體 好不好 這個就勉強 臭火臭火 當作它是一頭牛 我好了 但是 偉大的牡羊 偉大的牡羊座 你打死我 我也看不出它是一隻羊 好結束 這就是 這就是五羊座 好 太深了 好 好 我 我們只能佩服 西亞人的想像力 實在是 太豐富了 好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羊 OK 好 這個有 這個 星座 你看到四顆星排成一個四邊形 好像擺在一張紙上面 那它從遠處投過來 看起來貼在一張紙上面 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實際上它們可能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彼此之間毫無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恆星會動 只動得很慢 這裡有生之年看不出來 如果實際上它就只知道 中間這個綠綠的就是希臘人說的 現在國際天文學聯合會說的 它叫做獵戶座 冬天重要的著名的星座 腰帶三顆星非常明顯 冬天可以看得到 啪啪啪三顆 很容易認 三顆星 上面呢 左手邊呢 這個是印第安人說的 然後三隻小鹿 中間那個是埃及人說的 跟它很像 你是個人 右邊那個是密魯人說的 它是一些BURB 一些鳥 OK 那麼你看到這個獵戶座 這些星星 頭啊 肩膀啊 腰帶三顆星啊 腳啊 在一張紙上面 可是它們距離差得非常遠 有的大概差五百光年 多的能接近到兩千光年之外 雖然其實差了十萬 八千里 彼此之間沒什麼關係